Hello 大家好 我是冬哥 放飞冬哥 昨天晚春节去接孩子放学 孩子一天在学校玩得还挺开心的 然后老师把孩子给送出来了 然后那个孩子的书包 我一拎 我好重啊 结果老师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老师把孩子所有的书都全部装进了书包 让我们带回来 然后告诉我们下周可能要上网课了 就不能来学校了 要上网课 让我们等通知 好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 现在整个清迈的疫情吧 整个清迈最近疫情达到了高峰 就是历史从爆发以来的一个高峰吧 每天有三四百例的新增案例 现在可能疫情开始波及到学校了 我最早得到的一个消息 其实还是从 还是从我们踢球的那个群里传出来的 最早 是周一的时候 周一的时候有群里在说 我们经常踢球的那个球场 里面有一个教孩子踢球的老师确诊了案例 那个老师是另外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 所以我们就 酬队里面的人去咨询一下 就是酬伤是否继续开放的事 这是我最早听到 就是关于学校老师有缺帐案例的一个消息 然后等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我们学校就发了一个邮件 说 说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说我们学校有三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在这个球场和这个老师同时出现过 有两个有两个是在这个空间出现过 就这个球场中间出现过 然后有一个孩子是这个老师教他踢球 所以现在就是说那两个在这个空间出现过的两个孩子 做了核酸检测阴性 然后就可以继续上课 那个被 被 被这个老师教过的孩子 做了第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是阴性 然后 再做第二次核酸检测 就是一周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如果还是阴性的话 他就可以恢复去学校 然后就是周 周二的消息 周二的消息 当中穿一个 穿插一个 就是事情 就是说 周一我女儿去学校的时候 因为就每周一我们要提交 呃 孩子的核酸检测的一个照片 就是在家里自己做的那个快速检测 核的照片 还有就是 一个 形成的一个问卷 其实就类似于 类似于绿码的一个东西 就是问你去过哪些地方 然后 防御你应该做些什么东西的一个问卷 如果你评测出来 它是正常的 那你 你就可以 孩子就可以去学校 呃 就每周一要提交 但我忘了 但是后来 我想着也没什么 可能也就没提交 结果 早上十点多的时候吧 呃 老学校的行政 行政的老师 还有 校长 校长也在那个 呃 学校的那个通讯软件上联系我们 让我们提交这个东西 然后晚上回来 孩子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他被叫到了校总看公室 呃 说他暂时先不能去教室 直到后来我们把东西给提交了以后 才让他去到教室 然后我孩子回来这么跟我说的时候 哎 我还有一点点差异 我想学校现在管的还挺紧的嘛 当时也没想太多 然后 等到周三周四的时候 也陆续续续听到了其他学校的 有孩子确诊的消息 呃 直到 这周五 这周五 昨天老老师通知我们了 呃 就是现在在等教育局的通知 就有可能下周 下周不能去学校 要全部上网课 现在一起在等教育局通知 然后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收到了一个学校的紧急通知 非常紧急的一个通知 就是 学校和家长联系的一个APP上 挑出一个紧急通知 上面就写着 呃 学校的低年级的计算机老师 确诊了新官 就是我孩子的计算机老师 而且关键 他还给我们孩子上了课 周一的时候吧 周一的时候还上了课 所以 当时通知的话 早上那会通知我们 就是 这个计算机老师任教的三个年级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全部上网课 全部停止 线下上课 上网课 然后 所有的教训 教学场所就是 跟这个老师有关的教训上说 呃 就是 全面消毒 灌三天 这是今天上午的消息 然后 到了下午以后 到了下午 到了下午 其实下午我们 群里面 就是 陪读家长群里面 已经有 其他学校 已经出了正式的通知 就是 后面两抽 开始上网课 呃 请卖这边的 CDC吧 出了 出了通知 全部 停止上 那个 线下课 我还没有 目前我还没有查 我们学校的 学校的那个邮件 也没有看那个APP 但是肯定是 我们 我们孩子这个年纪 二年纪肯定是 横数是要上网课了 所以我也没必要去看了 呃 上午 收到消息以后 我们的孩子 等于是 密切接触者吧 属于真正的密切接触者 呃 因为 等于他的认课老师 潘基老师 是切证了嘛 当时学校就 也在 询问 看有没有孩子 有不适的症状 中间有没有出现 不适的症状 因为现在不确定 那个 计算机老师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的 因为 老师每周 一上课 到学校上课前 他都会做 核酸检测的 所以 学校 说 周日 老师做核酸的时候 还没有 还是阴性的 然后 等到周二吧 可能是周二 还是周三吧 老师就 所以不确定 老师是具体哪一天 得的 但是 好像 我听我孩子说 周二 就没有看见这个老师了 好像周二就没有看见这个老师了 所以 但是孩子 呃 周一的时候 碰见了这个 碰见过程老师 因为有计算机课嘛 然后 我们今天 中午 下午回到家了以后 下午回到家以后 就立刻给孩子做了一个 快捡 嗯 目前是阴性 看他也没什么症状 应该 问题不大 然后等过两天再给他做一个 再看一下 这样能保证 确保一些吗 必须 必须 孩子 等于和这个老师有密切接触 但是 信息的时候 现在 不是很确定 这老师是否已经 得了新冠 好吧 反正这就是 目前 这边的一个情况 但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家长群里面肯定都会 都在聊这个事情嘛 家长都非常焦虑 非常非常的焦虑 但是没有一个家长是焦虑 新冠这事 对 没有一个家长是焦虑新冠这事 所有的家长焦虑的都是 孩子要上网课了 孩子要在家里了 孩子神兽回来了 刚把神兽送出去 结果神兽没过来没几天 神兽又回来了 都在焦虑这个事情 都在想 好烦啊 怎么办 孩子要回来上 每天要在家里了 太麻烦了 其实 我 我 我和我老婆其实也焦虑这个问题 真的是 倒不真的一点没有担心 他会得新冠这个事 看他现在活工蓝条其实也挺好的 真的都在焦虑 哎 每天在家里好麻烦 好吧 呃 今天这视频就录到这里 希望这疫情 赶紧 赶紧 降下来吧 赶紧降下来 养抽烘的顺利 再回到学校吧 好吧 拜拜